自律的人最可怕,因为他有凝确的目标,不会随波逐流,不达到自己的目标不会罢休,如果说,一个可以连自己的体重,都能硬生生的控制并保持下来的人,那么应该可以认为,没有什么能改变他所做出的决定,任重而道远。 如果这个人是个女的,而你要追一个这样的人的话,就不是短期能做到的,必须做好持久战的准备,否则,即使是头破血流,也只能无功而返,那么,如果说能到了撞了南墙才想起来该怎么做之后,就晚了,说不定对方已经有了更好的选择,于是,你已经成了过去时,此时的你,连最基本的机会都没有了。 不要怀疑,我这句话的真实性,这些都是血淋淋的教训得来的,你们只需要遵循前辈们的经验,然后踏踏实实的去做,去改变和解释自己,就能少走挖路,否则得到的不过是再把悲剧重演一遍, 然后更深切的体会一番,原来这些都是真的,然后自己会更加深刻的说,上面说的确实是真的,人只有在不断的进步,才有资格获得美好的事物,否则,凭什么? 因此,主动的改变自己要比被动的接受新事物来得更令人舒服,然而,如果做不到主动改变自己,不能把自律变成自己潜意识的习惯,得到的怕是最大几率大重蹈覆辙,然后再重复悲剧。 最后,不得不相信事实,要么放弃,要么被动接受,然后退而求其次,开始学会接受,当然我相信,更强大的人会有自知之明,在风雨到来之前,便完成一切准备,真正意义的做到万事俱备。 之前东风,山雨欲来风满楼,改叨的重不会缺席,中国人讲究能当虎队,这是事实,也是由科学一句的,否则两个三观完全不合的人,如何共度余生? 只是这里所谓的能当虎队,已经与时俱见罢了,任何观念任何思想如果一味的没守成规,都会被时代淘汰,这个社会是吃人的,本来就是不公平的环境。 所有抱怨的人只能是在为自己的不够努力再找借口,却什么也改变不了,我们都知道,生活不会因为某个人的缺席,而失去正常运转的规律,人为害死,尿为食亡,说得直白一点,每个人就是为了自己,但是为了更好的自己,就应该努力并主动的学会成长。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唯一公平的就只有石油,你和我每天都剩24小时,但是所有的人的起点不尽相同,因此就只能看个人的后天勤奋,和努力,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了。 短暂的贫穷一点也不可怕,美女不一定都喜欢富二代,因为,凡是有点智商的人都懂得一个道理,穷不过三代,富一一样,需要足够勤奋,再加上懂得主动改变现状。 穷小子也有春天,吊丝一样迎娶白富美,上天总是会垂帘持之以恒的人,而不会天塌投机取巧的人,是石头总是会发光,很多人都迷失在成功的道路上,如果说后天就会成功,那么大部分人,都是在明天傍晚选择了放弃。 后边的大多数人,也选择了随波逐流,最可怕的不是有钱人,不是比你起点高的人,而是那些自律的家伙,他们才是无形的对手,美好的事物只属于懂得主动改变自己人,否则美好,就会变得一文不值了吧。